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期教会的希腊教父一般都高举人意志的能力 而所有神学家对此课题的说法差异甚大又摇摆不定 自相矛盾 除了奥古斯丁之外 其他人的著作不能带给我们确实的教导 到了中世纪的神学家 论到人的本性时 都想要在论书中彰显自己的聪明来博得称赞 所以 接二连三每况愈下 最后大家共同说 人只是在感官部分堕落了 理智上毫无玷污 意志上也无伤大雅 同时这句名言也流传甚广 人的自然才能都腐败了 超自然的也被夺去了 然而百人中不到一人明白此句话的真正意义 这句名言用来表达人性已经堕落败坏 还算差强人意 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 到底人的能力为何 人还能做什么 我们必须仔细小心地查考 人性的每一部分都败坏了 丧尽一切超自然的恩赐 所以 那些自称是基督门徒的中世纪神学家 对此课题的论述太像世俗哲学家了 总的来说 拉丁语系的神学家一直使用自由意志这个词 好像人仍然是正直的 希腊语系的神学家们则不支持地使用僭越的述词 自我能力 表达人自己仍有能力行善 无怪乎 连一般凡夫俗子也被洗脑 相信人里面仍有自由意志 他们当中自以为有学问的人 也不知道到底这个自由的范围有多大 所以我们必须归回圣经 根据圣经来查考 认清人性的真相是善是恶 虽然自由意志 这个词重复出现在所有作家的著述里 甚少有人给他下明确的定义 早期教会中有一定义为多数人所同意 自由意志是以理智来分别善恶 以意志来选择善恶 奥古斯丁更进一步定义说 自由意志是理智与意志的功能 借助恩典就选择善 没有恩典就选择恶 后来中世纪的神学家说 意志的自由是不会丧失的 理智的判断是不会失误的 所以意志赞同理智所做的抉择 也有模糊的说法 自由意志是为自己保持正直的能力 经验哲学家接受奥古斯丁的定义 因为比较清楚且没有排除神的恩典 他们知道意志若无恩典则自己无法成全 但是这些神学家加上自己的意见 想要更加或更完整地来定义 他们将自由的意志区分开来 说明名词意志是指理智分别善恶 形容词自由的是指意志的或左或右 所以他们将意志称为选择的能力 此能力来自悟性与情欲的混合 然而是情欲占上风 总而言之 他们将自由抉择的能力摆在理智与意志上 这些复杂又混乱的说法 显示出人本思想的自以为是 正是罪人堕落的理性所演绎出的自我认知 受世俗哲学影响的神学家 从早期教会到中世纪 是偏离了圣经真理 认为罪人的理性与意志仍是自由的 仍有能力向善 他们实在是瞎子领瞎子 都掉入在世俗哲学的坑里 我们基督徒是新造的人 不可向外邦人哲学家 存虚妄的心形式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要完全依靠圣经来慎思弥辩